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单为你心有毒中 因为爱过才 真情多浓 用了法通宠心中 任空卷是感动 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 唱着为你心有毒中 因为如你时间变不透 笑我太傻 太懵懂 或爱可猜中 只为相信我自己 能永远对你心有毒中 你知道我在没冲下来之前 听你唱歌很成熟 唱歌非常的沉稳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它 我在上面听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干净 因为这样的歌曲还是那句话 控制太难了 有一些天赋的我觉得 谢谢 静静诉说对父母和音乐的爱 明明是条小溪般细水长流 却又撼动人心的力量 我选择这首歌是因为 我妈妈以前很喜欢唱歌 而且我爸爸和妈妈都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因为他们和音乐是我心目中的心有独钟 爸爸妈妈都老了嘛 然后爸爸是从来没坐过飞机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能成功 然后报答他们 带他们去旅行 有一种美丽的声音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李佩玲的声音便是这样 空灵的嗓音略带忧伤的曲调 一袭白裙的李佩玲 就像一个不小心跌落凡间的天使 用温暖的嗓音 诠释忧伤的情歌 给悲伤的情感 增添了温情守候的味道 不要对他说一样的话语 不要对他说你总是爱得太忧郁 别说你最渴望的能为你而领域 我们人生折磨 都不去拥有 就是我的学员呢 今天从头到尾都很有气质 非常好 我觉得因为可能李佩玲 她生长在华人家庭 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是比较内敛 比较温和 所以她那个唱歌的位置都控制得非常好 对 我应该讲她不是说像邓丽君那样 可是她是极度控制性 非常传统的优秀 佩玲在她偶像的外表下 有这么强大的唱歌能力 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唱片公司 或者是一个制作人都梦寐以求的 你可能未来在华语歌坛都会有留下名字的 与同台热情似火的金华姑娘周扬相比 李佩玲用安静而稳定的歌喉 直击了纳英导师的心灵 取得了晋级资格 李佩玲可能是因为她的人生经历 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她表达这种情歌 她就是自带的一种 就是情感宣泄 很有灵气 这样的歌曲很难的 能够把握到这个程度很惊人的 和我一起继续前行的是 李佩玲 考虑到佩玲的人生阅历有限 比起对歌唱技巧的更高要求 和对歌词的深层次理解 导师们给予她的是宽容和期待 像我一种爱歌曲 她的看法 和声拍的 和声拍的 也许多 任意 和声拍的 和声拍的 很多 把声拍的 和声拍的 和声拍的 I'm starting right now I'll be strong I'll play my fight song And I don't really get nobody else to leave Cause I still got a lot of faith left in me Now I still got a lot of faith left in me 我感觉他在他唱歌的很多呼吸的 包括咬字上面受您的影响很大 我认为是潜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在乎说 我人生要有历练 我要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必须的 有些事情我跟你这个立场不一样 你让他唱特悲的歌吧 你就没法入戏 面对导师们的顾虑 16岁的李佩玲选择了尽全力 将感情融入歌声 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 没有结果 别问怎样的爱才能拯救 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 我知道你很难过 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 别问你的痛 要怎么解脱 脱情的人注定 伤得比较久 虽然说她很年轻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有听到她感情的部分 她唱得很好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看待 今天其实佩玲在这样重要的一个场合里 很美 本身就是一种超强的事 年纪轻轻的李佩玲 是各位导师和组内成员的宠儿 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能认识到奈英老师 还有奈英老师站队的哥哥姐姐们 因为我在里面是年龄最小的 所以他们都会很照顾我 很关心我 还有立生的父母 他认了我做看女儿 真的 所以觉得自己很幸福 纯粹的笑容 率直善良的性格 对音乐单纯的喜爱 让她在这一路 获得了珍贵的友情 首先 现在非常开心 很激动 因为 因为哥哥姐姐们都来了 哈喽 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奈英老师就像我姐姐一样 除了教我唱歌 她就会跟我说 做人不要太着急 把全部东西都一步一步来的 才会成功 所以我觉得 很幸运地能认识到奈英老师 谢谢 美好的歌声 总是饱含着爱意 一路走来 李佩玲这个温婉柔弱的女孩 用歌声诉说着她对父母 朋友和世界的爱 我妈妈 就是她经常会跟我说 她老了 然后就不能 就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伴我 所以就叫我去找回我自己的爸妈 然后我就想跟她说 嗯 妈妈 我心里面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妈妈 还有一个爸爸 嗯 谢谢 谢谢你帮我养大 谢谢你 不管多苦 多辛苦都 坚持地照顾我 谢谢你 我爱你 天籁女生李佩玲 以第五的成绩 获得决战资格 祝愿她取得好成绩 我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